欢迎收看看百新闻眼 我是今天的主播李春佳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课题是 年轻人往上赌博 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 越来越多人在往上赌博 而且对象往往是年轻人 所谓小赌疫情大赌伤身 年轻人如果一旦开始赌博 后果将不堪设想 现在就让本台记者肖田 为您做进一步的分析 21岁那年 傅之耀在朋友的介绍下 第一次尝试网上赌博 由于网上赌博所提供的赌博选项 比一般的投资账还多 因此只要越陷越深 网上赌博的选项比较多 而且赔率也比较好 而且网上赌博不要求你 马上用现金来下注 所以你可以等到每个星期结束后 才直接把所有的赌债一次过偿还 也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有时候没有办法去真正了解到说 你自己究竟欠下了多少钱 由于累积的债务越来越多 只要只能向身边的亲戚朋友借钱还债 久而久之 跟他们的关系也就恶化了 我因为线下赌债过得一直跟朋友还有亲戚借 然后那个时候就跟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了 然后直到说有一次得跟外公借钱 然后那时候当我看到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都拿来借给我 偿还赌债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真的变得太恐怖了 根据本台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48.7%的学生曾经尝试赌博 而在这当中 80%的学生是在新年期间赌博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70%的学生曾听说过网上赌博 我看过人家上网赌博 而且很容易上瘾 可以欠很多钱 网上赌博都是没有现金交易 所以他们可能会赌到不知道在输钱 他们会随时会想回本 等赌到赢钱为止 正所谓十读九书 网上赌博所带来的后果尤其严重 因此为了避免年轻人 网上赌博的事件日趋严重 各方面的配合是必要的 学校可以为学生安排一些 网络健康类的课程 告诉学生网上赌博的危险 此外电脑也可以装置浏览网页过滤器 检查年轻人是否有上网赌博 比起其他赌博方式 网上赌博更加方便 年轻人随时随地都能赌 不过只要家长和老师实施提起 年轻人赌博的后果 相信年轻人就不会深受读印 看白中学学生记者 萧田报道